Eason 為我們帶來這個Eason 大家好 這場議程的主題是關於NFT的交易所 你應該知道的事情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Eason 那我名字叫陳醫生 我現在自我介紹一下 你可以直接叫我Eason 那我常用的ID是EasonC13 我現在在師大讀學習科學學士班五年級 那同時也在師大當研究助理 是個研發狂熱分子 喜歡做研究 喜歡寫論文 那同時呢 我也在區塊鏈新創 Core Heart擔任研發工程師 我在區塊鏈產業已經有兩年的經驗 那今天呢 在這裡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NFT交易所的一些小知識 今天我們會先來帶到NFT的協定 還有NFT交易所的定義 那我們會說明NFT交易的過程 那說明去中心化的NFT交易所 他是怎麼交易的 那中心化又怎麼去交易 那再來會講到NFT的版稅 還有NFT上架交易所的風險 是怎麼樣有人NFT被盜了 是怎麼樣被盜用的 好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是NFT 相信大家對NFT已經不在這麼的陌生 NFT就是非同時化代幣 Non-Fungible Token 那今天呢 我們主要會著重在的是NFT的協定 因為呢 這個交易所要跟NFT去互動 需要有一套標準 那這個標準呢 就是ERC721跟ERC155 那它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它的文字描述 後面都有加上一個standard 它當時被提出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NFT而已 它只是被提出來一個標準說 如果你要打造NFT 那你應該要遵守這個標準 那這樣子的話 其他人才可以照著這個標準 與你的NFT做互動 那以ERC721為例 這個標準就會開出這些函視 然後呢 是公開的 那其他的人呢 就可以透過這些函視 來與你的NFT智能合約做互動 那這些標準就是需要被遵守的 而交易所或者是平常的操作 都要遵守這些標準 NFT才可以被順利的執行 好 那接著呢 就來聊聊交易所的部分 那這些 剛剛提到的這些函視 我等一下會說明 它們被用在交易所的哪些地方 那交易所的定義就是 傳送會伴隨付款 就是交易所 那如果你是私下的去發送NFT 那就不算是交易所 那多數的交易所 它為了要吸引客流量 所以也會提供發送NFT的功能 但交易所的重點就是 你要傳送一個NFT 並且伴隨付款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我獲得了以太幣 那你可以藉著這個交易 獲得NFT 那這就是交易所在運作的過程 接著我們來聊聊 中心化的交易所 它是怎麼運作的 中心化的交易所呢 它是一個中心化 後面有一個server在管理 所以它可以封鎖 特定的NFT在平台上的出現 就像之前看到的新聞一樣 那它甚至可以去沒收使用者的NFT 但不是所有的中心化交易所 都可以做到這點 所以我把中心化交易所 又分成了兩種運行模式 完全中心化跟半中心化 完全中心化的NFT交易所呢 就是交易所有權限 用使用者的私藥 那使用者的私藥 就像這張圖片一樣 是給交易所管理的 所以交易所伺服器 就會管理所有使用者的私藥 那交易時呢 其實只是從交易所在伺服器內部 去做NFT的操作 使用者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手續費 那至於如果要提領NFT出來的話 那使用者就需要在這個交易所裡面 跑流程 把NFT提領到外部的錢包 那這個範例就像是 必安的NFT交易所這樣 那至於半中心化的NFT交易所呢 它上架時交易所是有權限去動用 使用者的NFT的 但是使用者的私藥 還是給使用者自己保管 而且使用者可以隨時取消授權 那半中心化的交易所 它優點就是很方便的去管理 因為使用者的私藥 還是在自己的手上 那而交易所官方這邊的觀點來看 它也不需要保管使用者的私藥 增加自己被害的風險 那半中心化的NFT交易所 就有像OpenSea Variable 或者是我工作的Cohort 我們未來也會推出一個半中心化的交易所 讓我們來聊聊 半中心化的交易所 它是如何去運作的 那這邊有一些角色 交易所 賣家 NFT的合約 交易所的合約 還有買家 那賣家呢 它一開始在操作的時候呢 會需要先允許交易所的合約 去動用自己的NFT 這樣交易所 就授權給交易所來做這個操作 那之後呢 它就可以上架到交易所 通常是用簽章 然後去說明它的動用條件 比方要付給我一個以太幣 你才可以把我的NFT轉走 那交易所收到這個動用條件之後呢 就會把這些條件在它的網站上呈現給買家看 那買家看到之後就可以決定說他是不是要購買 那他如果確定要買 他就會取得這個簽章 然後按照這個條件去呼叫這個交易所的合約 那交易所的合約就會把以太幣轉給賣家 然後呢 並且把NFT轉給買家 完成一個交易所的運作流程 那這是一般來說最常見的一種交易流程 但是它也有一些變體 那其中一個變體就是賣家提供的offer 就是假設我今天是一個賣家 我看到了一個NFT我很喜歡 但是呢它的價錢太高了 我買不下去 或者是它其實沒有在上架出售中 那我就可以主動的提出offer 那這也是交易所 半中心化或中心化交易所的優勢 因為它是一個平台 那可以有比較多的使用者在上面 然後呢去主動的通知 那這個時候呢 買家他就可以先授權交易所去動用 他自己的ERC20資產 那這邊的範例是比方 那個包裝起來以太幣 RAF ETH 那之後呢 他就可以在簽章提供offer的條件 那交易所就會把這個條件 轉發給賣家 賣家就會來看這個條件 是不是他要的 那這邊比方就是他授權說 哦不用一個以太幣 買你的NFT 那賣家看了之後 如果不要 那這就無效 那如果他要的話呢 他就可以接受offer 並且帶著這個簽章去呼叫交易所的合約 交易所合約 看到之後就會去驗證這個簽章 那驗證的時候就會看 是不是買家簽的啊 然後呢 他是不是真的有授權可以動用這些資產 然後呢就可以把NFT合約 去呼叫 那把所有權轉移至買家 並且把去呼叫ERC20的合約 把那個相對應數量的ERC20 token 轉移到賣家手上 這是半周性化的流程 那這邊呢 其實還有一種變體 是Meta Transaction的版本 這個情況下 買家他發offer給賣家的時候 可以不用在鏈上執行交易 那這個情況通常 現在在Polygon是有實際上限使用的 但其他的鏈並沒有觀察到這個情況 那就是呢 在買家他一開始操作的時候呢 他會直接簽章提供offer的條件 並且簽章授權交易所可以動用他的ERC20資產 那這個情況下他的ERC20的合約 需要專門針對這個簽章的驗證做客製化 讓他可以去驗這個簽章才會有效 那之後呢 就是賣家接受這個offer 那他在呼叫轉移資產的時候 交易所的合約會讓那個ERC20的合約去驗證這個簽章 然後呢就直接動用到買家的ERC20的token 那這個情況的案例就是像我們Polygon的那個WETH 他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他有一個function叫 Execute Meta Transaction 那你就可以把他的地址 還有那個簽名都送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直接在交易所合約 直接調用這個函式那就可以幫使用者完成合約的那個付款 就可以讓使用者不用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允許交易所合約動用自己的資產 那詳細的話可以在Google Meta Transaction 了解更多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去中心化NFT交易所 他的運作原理 那去中心化就是他沒有了交易所 在中間那是買家跟賣家直接透過一個交易所的智能合約去做互動 那他當然也可能還是有前端會出現 但是基本上就不會有一個中心化的伺服器 在管理所有的資料 那這個情況下賣家他一開始就會先 需要先允許合約去動用自己的NFT 那或者是他甚至有的交易所 他就會直接讓你把NFT轉入他的交易合約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授權上架的動作 那之後賣家就需要再把購買條件寫入合約裡 就需要比方他賣家說付我一個以太幣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NFT 那這個條件他會需要執行上鏈的操作去寫入合約 那之後買家他就要呼叫合約來取得上架的NFT列表 那這邊就完全沒有一個中心化在管理 所以買家得到的東西是在區塊鏈上寫的 就沒有任何人可以操弄買家可以看到內容 那賣家就會根據這個合約上的情況 如果他看到想買的NFT 他就根據這個條件去付款來執行購買NFT的交易 那交易所合約在收到之後條件完備 那他就會呼叫NFT的合約 把所有權轉移至賣家 那這些呼叫的過程他使用到的函式 都是我們最一開始提到的這些標準 那這個交易所他的好處就是 他完全是在區塊鏈上剛剛講到 那他的缺點就是這邊紅色 他比較多需要寫入的操作 那這些寫入就比較消耗手續費 所以如果是在像以太方的主網路上 那這個操作可能就比較貴 就會比較少人想要使用 那所以呢剛剛講到三種交易所形式 中心化半中心化還有去中心化 那大家可能會想到底要用哪一個好 那我覺得說只要有周旋考量各個因素 像分潤啊流量啊他的安全性啊還有知名度等等 那你可以做出一個綜合的判斷 那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說一定哪個好哪個不好 都有他自己的優缺點 那剛剛有講到分潤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一下分潤在交易所裡 是怎麼去運作的 他在如果去查英文他會叫creator fee 或者是royalty 那我們來講一下他的創作者收入 和版稅他的運作的原理 那交易所的分潤 首先是交易所他在每個交易他都會抽成 那這次中心化交易所比較會出現 有的去中心化不會有分潤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買家他付款一個以太幣 那交易所就會抽成0.025個以太幣 那因為他是抽 我們用2.5%當例子的話 那就是0.025 那賣家他實際收到的就是0.975個以太幣 那這個抽成的情況 就看每個交易所都不一樣 像opensea是2.5% 那reable是5%這樣 那接下來我來講一下創作者的分潤 就是這個創作的NFT的人 他其實也可以設定他究竟要在交易中抽多少錢 那以這邊以創作者抽10%當作例子 那就是大部分NFT都抽10% 那買家他付款一個以太幣 那首先交易所抽了0.025 那之後呢創作者又抽了0.1 那賣家之後就只會收到0.875 那就是分潤的模式就會這樣子去進行 那這些東西都要寫在交易所的合約裡面 他會根據這些邏輯去做執行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想 那創作者我如果說10% 那這個合約怎麼知道創作者是誰 那又怎麼知道說他要抽10%還是20%還是他只抽1%就好 那這個時候呢就來到創作者的分潤要如何提供的問題 那這個情況其實有三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寫死在合約內 那一般的NFT合約 如果你是照Open Zeppelin的標準 他會有一個before token transfer的函式 就是在每個NFT在做轉移的時候呢 他會先去呼叫這個程式 然後呢執行裡面的內容 那你只要把這個函式複寫掉 然後呢要他在裡面 把指定價格的以太幣付到你的地址就可以搞定了 那這個優點是他是強制執行的 你不付款就沒辦法轉移你的NFT 但是他的缺點是這個東西並沒有統一標準 人家在外面其實不知道 你的before token transfer裡面埋了這種地雷 就是你去每次轉移NFT 就會被扣以太幣到那個創作者的帳號 外面的人除非你特別講 不然他是不知道的 那如果是不知道又不支援的系統 就很容易會出錯 然後如果這個情況 你也沒辦法根據售價去調整版稅 比方如果你現在NFT 你說你每個交易你要抽一個以太幣 但是他的售價地板價只有0.1個以太幣 那基本上就那個買家跟賣家就太虧錢了 就非常的不友善 那交易所也很難根據這個情況去調整顯示的價格 就並不是很建議這種寫法 但這種寫法是當時我在Google說那個NFT的版稅 就是我用英文查的 那出現的那些影片教學 全部都教我用這個寫法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那這個方法其實我個人非常的不推薦 那他既然我不推薦就有其他的做法 那其他兩個做法是我蠻推薦的 第一個做法是EIP2981標準 那他就是一個標準 就是他會提供一個函式叫 Royalty Info的接口 那這個函式呢 你只要輸入你要交易的Token ID 還有你預期的售價 那他就會輸出他的版稅接收者 就是那個受益人Receiver是誰 然後他要收到多少錢 他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標準 那就會放在智能合約裡面 那如果真的實作起來可能會有這兩個函式 就第一個函式是你要先去設定他的Token Royalty 是多少 那接著你才可以在別人呼叫Royalty Info的時候呢 得到對應的那個Royalty的值 就是別人才知道你的版稅是多少 那這個程式碼是來自OpenZappling的合約 那有詳細你可以直接去OpenZappling的Github 去看他詳細的說明 那EIP2981它的標準 它的優點是他買家的這些數據也是寫在區塊鏈上 就是他要分多少成 就是前面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他我可以說他 我可以說Royalty Amount 就是Sale Price的10% 那他就只要把Sale Price除以10 那就可以回床了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標準的接口 那這些運作邏輯是寫在鏈上 那也可以根據售價去做彈性的調整 對 那他的缺點就是 他不是強制執行的 他只是一個建議的接口說 那賣家你的Royalty Amount是這麼多錢 所以呢 如果你在交易的時候 我建議你可以收這麼多錢給那個創作者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比較開心這樣 那他不是強制執行的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私下的傳送NFT 就沒辦法收到這筆錢 那需要交易所那邊去主動的支援 但是這個標準其實還蠻通用 據我所知大部分的主流交易所都有支援這個標準 那唯一沒有支援的是OpenSea OpenSea他自己搞了一套自己的標準 叫做Contract Level Metadata 它是OpenSea自己的標準 它會定義合約的各種餐具 像是名稱 描述 大頭照 或超連結 這樣 那他這個Contract Level Metadata 也會包含這個NFT的版稅受益人 與受益額 那他的優點是 他是一個JSON格式 所以OpenSea那邊很輕鬆 就可以讀到這個資料 但是他的缺點其實也不少 就是他沒辦法針對特定的TokenID做客製化 那像前面那邊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EIP2981這邊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TokenID 有不同的回傳調整 因為它是TokenID就是一個變數 那在OpenSea這邊呢 他就沒辦法做適合的調整 那這邊我們可以直接看他的文件 就是他就是回傳一個Contract的URI 到那個伺服器上 那所以就是OpenSea就去讀這個Contract URI 然後這個URI是多少 他就根據這個URI裡面的JSON去做調整 那這個JSON就會長的大概像這樣 那最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賣家可以拿到那個創作者可以拿到1%的錢這樣 那你是沒辦法針對不同的TokenID去做調整 那聽起來其實是蠻不方便也缺少彈性 但是OpenSea它是一個大平台 所以在寫合約的時候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期待他可以在OpenSea上交易 然後你要拿到一些分潤的話 還是寫一下Contract Level Metadata會比較好 對好 那如果詳細想知道的話可以去看OpenSea的文件 還有對他的MetaData標準做詳細的說明 那來到我們的最後一個單元 就是NFT上架交易所的風險 還有為什麼交易所可以 就是有人會被盜用NFT 那盜用其實有三種情境 那分別是合約的漏洞 還有兩種釣魚公司 交易釣魚 還有簽名的釣魚 首先是合約漏洞 那就是NFT合約 或者是NFT交易所的合約 它有漏洞 那這個其實蠻不常見的 因為它就是要有BUG 那BUG一般在測試的階段就會被處理掉 除非它真的就很不小心的上去了 那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災難 就像這邊有新聞 我在Block Temple找到 就有一些 有一個TreasureDow他的交易所合約有漏洞 然後就一堆NFT被盜著 那基本上這個很少發生 比較常發生的還是釣魚的攻擊 像之前周杰倫就說他的NFT 他的猴子被偷走 那這個情況就是 會有人去製造一個假的網站 那這邊是騙使用者去執行這個交易 那受害者會以為自己是要執行其他的交易 比方這個網站他說 我是讓你可以免費的 那個Mint一個新的NFT 或者是你交易之後就可以拿到空投之類 那受害者就以為說 他自己是要執行這些好康的交易 就傻乎乎的去執行了 那結果實際上是執行 把自己持有的NFT轉給那個 駭客的這個交易 那周杰倫的猴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那就是要多注意不要被騙 那另一種情況是簽名釣魚的攻擊 那就是要騙取用戶的簽名 然後再用這個簽名去呼叫交易所合約 將用戶NFT轉走 那簽名釣魚攻擊跟交易釣魚攻擊不一樣的地方 只簽名釣魚攻擊在執行的當下 並不會發動鏈上的交易 所以也不會被扣手續費 那就只是一個跳錯要你簽張 然後呢你可能像平常一樣 太忙了趕時間沒有看裡面的內容 然後就直接滑到最下面然後就按簽名 那你的NFT就可能會被 被駭客使用這個管道盜用走你的合約 那就像我們如果去查 OpenSea他之前就有傳出很多人被 盜走他的NFT 那這其實可能不是OpenSea他合約的漏洞 而是駭客用釣魚的方法去害到使用者的簽章 然後把他NFT盜走 那為什麼只要用簽名就可以盜走NFT呢 那在一開始我們有說明就是在這個買賣流程裡面 賣家在這一開始的時候 會需要先允許交易所合約去動用自己的NFT 那這個時候呢他其實是用了 那個一個韓式叫做 Sate Approval for All 然後呢他就會說 這個operator可以去操作我所有的NFT 那這個operator就會是OpenSea 還有交易所的那個合約的地址 那這個情況下 你就會把所有的NFT都授權給他 比方我有三個NFT在這個collection 那我只授權了這個NFT 我想要賣這個NFT 那OpenSea就叫我用Sate Approval for All 那結果就是我其他兩個NFT 他們其實也有權限可以去動 但是如果他合約寫的好的話 他會需要我的簽章在特定的條件下 才可以動用這另外兩個NFT 那這個時候駭客就可以有操作的空間了 他就可以騙我去簽一個假的簽名 說我要在一個很便宜的操作下 可以去動這個NFT 那這樣子的話呢 既然他已經拿到了我的簽名 那交易所也看說 喔我有核准他的合約可以去動這些NFT 那駭客就可以用這個方法順理成章的 用假的簽章 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把NFT倒走 那目前來看 雖然說Sate Approval for All 有這些風險 但是大部分的交易所還是直接用這個方法 那是因為說就是 Approve是授權當一NFT 所以每次交易NFT權都要跳出來 然後呢他們會覺得說 這對使用者體驗並不友好 那所以就會比較常使用下面這個方法 那這是我個人認為現在交易所的一個小毛病 就是有點不尊重使用者的意願 這樣 沒辦法去授權單一的NFT 那甚至在OpenSea 他的官方文件也會說 就是他甚至說 喔那你可以直接在那個檢查有沒有核准的 在那個合約裡面 直接把OpenSea的交易合約的地址放進去 那你的那個 你的NFT在OpenSea交易的時候 就完全不需要去看這些 做這些操作 那使用者體驗會進一步提升 那在提升的同時呢 他的那個安全性就被大大的降低 駭客只要能夠釣到你的簽名 就可以把那個你的NFT給轉走了 對 好 那這是 目前的情況 那交易所對這些釣魚簽名也有一些因應的做法 像他們會升級合約 提升簽名的複雜度 那也會增加交易所的簽名去做雙重的認證 就不僅賣家要簽名 要交易所要認證這簽名是他在他的平台上簽的 那才可以去發這樣 那或者是可以加些Nons啊 增加來源管理啊 然後加研啊 然後確保說不是被釣魚的簽署這樣 也有很多交易所會從使用者下手 加強教育使用者告訴他們說 我只會 他們可能註冊的時候就要勾說 我只會在這個平台上簽名 不然的話後果要自負這樣 那這些做法是現在目前的因應做法 好 那我看時間其實也差不多了 我想問一下 大家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嗎 那歡迎可以發問 現場有問題嗎 可以橘色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像 看起來沒有 看起來沒有 Eason就結束嗎 Eason 好 那就可以先結束 那就謝謝大家來聽 然後我現在工作的公司Codehart 他有在做任何題方面的項目 那大家可以多多關注 就我們有在爭彩 然後也未來會推出自己的NFT市場 還有自己的一系列NFT 那大家可以多多的去關注 對 謝謝大家